中央民国113年4月17号星期三 我们刚才听的新同华是 好 我今天再反省一个错误点 就是我真的要检讨 就是我总认为说 有时候你跟在公共场合 或者是有一些场合 你会觉得啊 跟不认识人聊聊啊 打招呼啊 也不能讲打招呼啦 就例如泡温泉好了 可能 因为我泡的那种温泉 很多都是那种 有一种引发养生感觉的那种 很强的 所以他们很喜欢聊天 然后呢 所以你就会陌生人聊天 而且泡温泉的时候 很容易就很熟嘛 都已经坦诚相见了 毕竟都这样了 毕竟都已经坦诚相见了 对不对 所以就会觉得很熟就会聊 打开心房 来了这个问题来 这个习惯了 那天我就泡了一个温泉 他比较杂龄 就是他也有那种美眉 然后也有那种养生 然后也有上班族 你知道 就是杂龄的 还有那种亲子的 课程那么广啊 对嘛 所以我认为是 所以有时候 你知道那个在吹头发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 他一直用 他自己好像会吹很会吹 我觉得他害我一直看他 我想他可能觉得我非常奇怪 那时候没有坦诚相见 是在更衣室了 然后我就说 你头发吹得好好看 我跟你说 他是中国人 台湾人 不是外国人 完全不理 我非常尴尬 你知道 我是很尴尬 因为这开场白有点可怕 真的吗 我觉得他头发吹得很好看 如果我转头看你的表情 就不会觉得怪怪的 但是如果只是听到这个问句的话 什么可能没看到 你在他隔壁 我就是没有转头看你的表情 就是只听到这个声音的话 会觉得是不是 有点怪怪的 没有 我觉得他极度自恋 专注的吹到 吹风机很大声 也有可能 会不会 好吧 你要这样 没有 No 那个开头的吹风机 没什么声音 哪一个开头吹风机也没声音 我也知道有一个开头 第一开头的没什么声音 第一开头的声音很尖好不好 没有 没有 我觉得他没什么 那他这个是更高档 有可能 对对对 第一开头的声音很大 但是没有 我觉得听得到 因为连我都听得到声音 但是我绝对相信 我的声音有大过吹风机 可能就是太大声了 或他也可能以为 你只是一个赞美 就是不是要跟他聊天 就哎 头发吹得真的好好看 一个告诉你 如果像你这样的美眉 对不对 你去泡温泉 我这样讲说 哎 你头发吹得好好看 你会怎么样 我会看一下 你当然会说谢谢 但是不会 你真的会说谢谢吗 不会说声聊这样 可能会说谢谢 或会说 你在说我吗 会说还好吧这样 对嘛 人家起码翻翻这么漂亮 所以看似高傲 可是人家还是亲切的回应 什么看似 没有 他生小孩以后 就有点 就那个亲切度又加了80%了 因为知道实在是 每个人都需要被体验 他深知不能得罪欧巴桑 对 所以 知道世界没有办法顺着自己的意思 对 终于知道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功课了 OK 就是要 常常要熬夜 写作业这件事情 我就发觉说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回应陌生人 给他的 一个社交性的问候 不是 我觉得很多人害怕热情 就是很怕很热情的人事物 对 那比较喜欢 就是你不要管我 对 宁愿多多人跟我讲话 对对 不要离我 就尤其是 也不要觉得太热情 对对 可是像最近我就觉得 这个让我检讨了自己 不过我很好奇 你会再问第二次吗 不会 我疯了吗 我已经 伸出左脸了 已经被打一巴掌了 我还要再伸出右脸吗 那就真的 那就真的不要脸了 真的 好 就是 对 但是 但是 但是我真的非常 比方说像我们常去泡泡球 或什么那个 换的那个 他们最近很多都会用那种 外籍的工读生 学生 然后那学生只要上几天课 平常的课程 他们都可以来 打工 他们都会很亲切 会说 姐姐你很久没有来哦 你懂吗 我是非常高兴 因为他不是叫阿姨 很重要 对 但是如果当你 可能那个 再洗到不久 他又变成阿姨了 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东西 他只要看 他就称呼又改成阿姨了 就是你在他心中 随着他看你的时间 慢慢的变老 因为你多看你十分钟 你就老了十分钟 不是 多看了十分钟 他就知道说 你还是把衣服穿起来吧 好 没那么删人 毕竟我们已经不在青春了 OK 离青春已经非常非常远了 那要如何保持青春跟丰沛的胶原蛋白呢 以下是我个人心得 明天是什么日子 我给你 明天不是台积电法说会 不是只有这个 最重要的日子就是我们的田园香 只到明天 4月18号 大家一定要知道 19年来都没有涨价的田园香 今年他真的要涨价了 而且说真的 喝鸡精真的可以有 这是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说 你要维持 因为毕竟那个 随着地性引力的作用的胶原蛋白 没有再丰富的胶原蛋白以后 你就会松弛了 所以其实自己要给自己一些好的食物了 吃好吃的东西 尤其是有些人 或者是他没有喝过鸡精的 他不知道 其实鸡精真的蛮好喝的 现在的鸡精不是那种 以前感觉就是 有些人会怕鸡精的一种味道 但是这个鸡精田园香 它是从头 就是从这个原物料到完工 都是一条龙 都是他们做的 你想想看嘛 一个可以做19年的东西 然后还可以让大家 广为接受 而且可以越纯越香 那这个东西就是 它就是一个国宝级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 初次尝试基金或者老朋友们 赶快把握这一次 我们起账前的最后一次囤货的机会 我觉得起码 你的皮肤啊 你的身体啊 你的容貌啊 都会真的 不会被叫阿姨 真的 会被叫姐姐 好 待会儿回来 待会儿回来 好 刚才有那个电话还忘了讲 大家那个一定要记得 今天的折扣是比什么周年庆都好 而且刚刚好就是母亲节前 你就让你妈开心点 真的蛮好喝的 02-2362-1968 02-2362-1968 如果打不进来还有一个 02-2500-5566 02-2500-5566 赶快把握囤货 不用担心没地方放 可以分批送 我们刚才看了一本杂志 就是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大家不是现在都讲说 你要养老要算你自己多少钱 才够花吗 好 那我们刚才就看到哈宠志 这一期的好可爱 那封面 不管什么宠物都超级可爱的 对真的很可爱 因为真的你跟他们打招呼 就算他们不理你 你也不会生气 就算他们吼我 我也都不会生气 很奇怪 我们对于动物的宽容度好大 对不起 我对于狗不理我 我会有点生气 我的狗不但 尤其是还转头 头转一边 有狗家的狗就会这样 有时候跟别的狗打招呼 他们不但不理还会吠 狂吠 吠至少有回应 我觉得可以 但如果他把眼睛闭下 然后往旁边转 像姥姥一样的这种表情 那就不屑 我觉得猫才会 狗不会 因为猫大部分都这样 所以你反正会觉得没怎样 但是狗大部分都是热情的 当一个热情的种族里面 有人对你很冷淡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受伤 你就要检讨 你真的要检讨了 不够偷袭 不是 你真的要检讨 你今天是不是有吃什么 像他嗅到了不好的背道 其实狗在叫的时候 他有时候只是打招呼的方式 比较热情 可是有些狗或别人他们不懂 他们不懂每个狗的狗的 那个他的血统 跟他的与生俱来的那个天性 他打招呼就是这种 很激动很神经质的 可是大家都会以为 他不礼貌 我讲就是我们家的狗 我先跟 你不要再帮他解释了 曾经被他吼过的 深深鞠躬道歉 我都要一直解释 我都要一直解释说 他不是凶 他是热情 他是 他是习惯很 很大声的跟人家打招呼 一直解释 但是你看像有些狗 就是好可爱 他们打招呼就很可爱 像 拉布拉多 金毛 对不对 很温血 他们都很可爱 而且是很nice 就是很萌的 但有些小型犬真的是恰伯伯 恰伯伯之外 又极度的那个疯狂 然后又性格又雕 小辣椒 对 性格真的雕 那我刚才讲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是有养宠物的话 你不但要帮自己算好 你自己的就是你以后的花费 你还帮你宠物的养老 也要算进去 因为 因为最近我发觉 就是随 随着那个医学 不但人类的医学 与日俱进 宠物医学也是越来越好 他们的寿命也是越来越长 所以大家你要知道 就是不是只有你自己要活得好 你养了毛小孩 也会跟着你一起老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帮他 做好他的养老金的准备 现在好像越来越多 那个保险啊 或是一些东西可以去规划 哦 规划宠物的保险啊 对啊 那是不是宠物的保险 以他为主 然后保主人 就要保人是狗 被保人是主人 因为怕主人有一天 遭遇什么问题 所以要保人是狗狗 麻烦你用狗爪子 盖一个签章 对 其实主人比较累 你知道 对 主人真的累啊 是啊 所以所以你看最近最近 因为这期他说最受欢迎的犬猫 那其实我们本来要讲的是旅行 但是因为看到这个就忍不住想讨论一下 忍不住分析 我们等一下还是会讲一下 接下来想去的旅行 因为最近一直看一些 看一些那个报道 就是说如果你每天都是只盯着手机 或者只盯着一些电子画面的话 容易 因为你没有在用脑 你只是听跟看 你没有用到脑筋去咀嚼 或者是思考的话 你很容易就失智了 或者首先呢 就是你记忆力会丧失 为什么 因为你取代了你脑的一部分的功能 就是你过度的 就是眼耳鼻 蛇声音 你都只眼耳鼻 你比较没有用到你的脑子 所以说你的某一个官能就会慢慢的退化 以上不是那个哈佛医学报道 不是什么 英国研究 不是什么杂志 也不是BBC的 就是的确就是有这种 就是说你一直看 然后就好像有些人退休以后 可能前一个月都在 前一年都在追剧 赖啊 很开心啊 然后就一直看电视 看完电视 看手机 看手机 看平板 看完平板 睡着了 所以就是你越来越就变成说 你都是被电子讯号给 你觉得这样很安全 一个人就很快乐 可是其实你是在退化中的 所以他就讲说 你就是要动脑 就是你一定要动脑筋 我最近是听说那个 就是有一说啦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沿用完全没有哈佛的背书 是不是都我们两个在聊的内容 我们就这样讲出来吗 对就是私下聊天的部分 对根据 根据本控音室的聊天记录 的调查 两位 对两位 就是短影片 百分之百啊 受访者 对 有效数据百分之百 就是因为短影片好像 会让人家瞬间很专注 然后会分泌多巴胺 因为他为了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你就有那个起程转合 或是很快乐 所以你会很快乐 对他会给你多巴胺 但是有一说是说 你如果一直看短影片的话 会变笨 因为你会没有办法思考嘛 对啊 因为主题太快了 对 你没有办法静下来 没错没错 然后他就一个一个接上来 一直接上来 而且我就觉得他们好聪明哦 其实不是是我们变笨了 因为不停的就会有各种 蒙宠的宠物 我觉得太可爱了 真的 超级的 对其实他是一个很舒压 但是我觉得真的会 对对对对 会让你整个人是有点空掉的 蛤 但是是开心的 真的吗 我们空了吗 我说那种很短的哦 那十秒内那种 我觉得只有十秒的好看家 真的不行 那你要注意哦 就是我发觉 有些长的 真是不想看的 有时候我看到 我会先看他几分钟 超过五分钟的 我就不想看了 我们现在资讯太多了 其实没什么 对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也太过分了 我本来只关注狗啊 猫啊 很可爱的 就现在各种都给我了 鳄鱼的也给我了 你知道蛇的 蛇拉大便的也给我了 全部都给我 我就不知道 那我又觉得 真的好好看 然后就欲罢不能 对欲罢不能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都必须要断掉 就是因为 好这个时候我觉得太 你实在是已经接受 太多太多的这种 不管你看了听的都是 我就觉得要带狗出去玩 嗯对 所以他是我的运动的 唯一的 动力 动力就是他出去 他看不懂 他觉得你为什么一直笑 他都没有看 对他看不懂 因为你一直在吃 那个数位零食啊 哇数位垃圾 对数位零食 数位垃圾零食 你吃的时候好开心哦 很快就可以得到快乐 而且我真的没有吞下去 可是我也胖了 这还是荒谬的 你可能在笑的时候 吸点空气进去 多巴胺会胖吗 真的 多巴胺有热量吗 为什么我 你说数位垃圾零食 但是我并没有消化 我这样也是肥了耶 天哪原来光是看都会胖吗 这很恐怖耶 好我们忍不住要跟大家讨论 就是哈宠治这一期的 就看你家养的 有没有上榜 对 就是说杂志已经不是在做笑话啊 或者啦啦队哪一队哪一个 一粒两粒之类的 而是已经排行了 已经没 已经做到就是宠物排行榜了 到底怎么做出来的试调 他也没有问我们两个 有很多动物医院跟宠物美容中心 宠物美容中心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工作 我觉得是蛮梦幻的 就是宠物美容 不是宠物 不是受医院 受医院很难过的 会有生理死别的 而是宠物美容 都是丑丑的进来很漂亮的出去 以后可能有宠物医美了 松松的进来紧紧的出去 就是他变了那个双眼皮 对 或者帮他闻眉 我说真的不确定 有没有违反动宝 就是你为什么要闻这 不会啊 他们也很开心啊 你算是有攻击到这个动物 没有帮他闻眉 这很可爱 好 那来 排行榜哦 我们先从那个 狗狗开始 狗狗的品种就比较多 第一名还是米克斯 但是只占了29%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等下猫的比例比较悬殊 第二名是贵宾 第三名是腊肠 第四名是马尔吉斯 第五名柴犬 再来是吉娃娃 科基 发豆 博美跟比熊 竟然没有我们家 你们家是米克斯啊 不是 我们家是雪纳瑞 不是 是纯雪纳瑞 哦 没有没有 雪纳瑞我觉得也蛮想看到 雪纳瑞跟约克夏 两个神经词的混合 谁比吉娃娃娃 后来后来他说他没有约克夏 他就是纯种雪纳瑞 就是医生说的 雪纳瑞我也蛮常看到的耶 可是问题是我们家的雪纳瑞 不是像一般的雪纳瑞 我就觉得奇怪 是性格比较雕的雪纳瑞 长得不像 那就有混啊 对啊 就是隔代啦 对隔代的 长得没有那么老夫子 对 你家的没有上榜 对 很沮丧 为什么米克斯是第一 是养的人最多吧 对啊 对不对 养的人最多嘛 所以说并不是他最 最受欢迎 而是他养的人最多 所以大数据 但是第二是贵宾 对不对 应该就是他占 假如说你这个医院 今天来 可能五只都是米克斯啊 对啊 所以就是 其他五只分别不同品种这样 对也就是 最多人养啦 算是最多人养 他没有排妇条款 因为 因为米克斯真的 也忠心耿耿 然后又很善解人一样 是 绝对没有那种 珍贵的那种 傲娇的气息 我觉得米克斯很可爱 就是我常会接到那种 各种 笑慌 讯息来 对不对 然后就会说 哪里发现什么狗 什么狗啊 我都会回应说 对不起 我可以付他医疗分 你可以救他钱嘛 可是都没有 很少人回应我 因为我是希望说 如果他们担心 是费用的关系 因为真的是在乡下 好奇怪 这还是有那种 遗弃 被遗弃狗的那种 事情 常常会听闻 想到小天后 像是分享爸爸家 爸爸养的 失而复得 失而复得回来 我说看好难过 我就想说我要救你 可是好像他们就会 就说刚刚路过哪里 看到桥下有什么狗 或者刚刚在哪个店 哪个路的附近 有看到什么狗 可是他们会写在脸书 但他们就不会去救 因为他会想说 等主人去把他领回来 那个一看就不会有主人 怎么会到那种荒郊野外 那是感觉是恶意一气的 你到荒郊野外 然后你的狗不见 你不会回家 你会在原地找 或原地烤肉 赶快叫他回来 对你不会回家 对啊 我觉得很伤心的都是 因为狗狗很聪明 他们都会认得回家的路 所以每次他们被抛弃 就是故意走很远很远 对 然后而且很多狗 会在原地等 他会觉得你会回来接他 所以他们就不会走 但是问题是 他们也不会在原地 他会在那附近 或真的等不到 他就会跑了 就会找回家的路 就找不到 对啊 这个就是很过分的 请不要 请不要 而且或者你们看到 一气宠物的时候 可以赶快 先把他救起来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担心 你们去救起来 送到医院 一定会有人付医药费的 真的 真的不要 很多善良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 在第一现场救狗 真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太远了 有时候你知道 最近地震有很多 阻碍了很多救援行动 然后有很多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体验那种心情 就大家觉得说 拆除这个 要拆除这个 跟救毛小孩哪个重要 我觉得不能衡量 因为可能没有养过的人 不会懂 就是猫狗的命 也是命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尤其是 正宗鸡那件事情 对不对 鸡都很重要 所以地震的鸡 也是要救的 再跟大家 小知识补充 正宗鸡 是将他自己擅自帮 那只吊挂鸡 地震中活下来的鸡 我们就叫他正宗鸡 我希望正宗鸡 从此被赦免了 大家可以 祝福他 想说为什么正宗鸡在台湾 对不我们那只鸡叫正宗鸡 OK 好那再来呢 就是猫的排行榜了 猫的话 米克斯就占了75% 哦这个比例太高了 因为我觉得猫 比较没有辨识度这么高 它就是小小只的猫 有些人说 分不出来 因为猫 每一个品种都超可爱 但是狗会有体型之分嘛 对 那猫的体型也有分 对所以我猫分不太出来耶 对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狗的品种差一点就差很多 不同品种长相完全不同 哦我喜欢嘉飞猫 哦嘉飞猫是 超可爱的 他很冷漠 而且很白 他常会摆出一种厌世 你喜欢剪鼻子的耶 还有 可能是因为我鼻子 跟我鼻子蛮像 就是嘉飞猫的眼白很大 他常常做出一种 嘲笑别人的表情 哦你喜欢 剑猫 对你喜欢比较嘲讽型的猫 对那猫有不嘲讽的吗 有啊 猫哪有 猫都嘛很高傲 第二名的美国短毛猫就很可爱啊 人家都说他们是猫咪界的狗狗耶 就是超级亲人 是 有这种啊 很需要人家陪 很活泼 所以第一名米克斯 嗯 第二名就是 米克斯也好多种呢 米克斯就很多啦 对啊米克斯就有宾室啊 有虎斑啊 有山花 橘猫算不算 橘猫是啊 我们去养 买那个狗粮的那个垫的猫 还有花垫的猫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养到十几公司 感觉好像已经比狗大很多耶 橘猫吗 对橘色的 为什么它可以那么胖呢 因为橘猫真的很爱吃 好大只啊 橘猫真的很爱吃 是因为这样子就吃胖的 不是它的品种啊 橘猫九只胖啊 哇肥耶 肥的好可爱 几乎都不走了 第一名猫也是米克斯 对不对 对米克斯 第二名是 第二名是美国短猫猫 没看过 没短 很可爱 其实我不太会认猫啦 第三名呢 嗯猫的确比较不好认 第三名是荆棘啦 名字很像哥吉拉 所以你喜欢 对没有 就是波斯猫啦 哦波斯啊 哦那那那很可爱 那很可爱 那真的很可爱 应该是类似款 长毛猫比较可爱 哇长毛猫真难照顾啊 真的吗 对啊 会掉毛 会掉毛 而且你要帮他梳啊 不然他会打结啊 那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他自己吃进去的毛会比较多啊 哦他自己 也容易打结 你知道在体外跟体内都打结 对啊 他们没事 毛那么难吃 他们为什么喜欢吃毛球 因为他们喜欢梳理自己 哦所以就舔进去了 对猫猫都会那个用帮自己洗澡 哦 没错 第四 第四名是苏格兰哲耳猫 我昨天没看过 这个超可爱 它会不会基因有缺陷啊 它哲耳 哲耳据说是一种基因缺陷啦 因为很多人觉得哲耳很可爱 可我不知道苏格兰是不是天生就是哲耳 还是故意缝的 缝进来一点点 缝一个双眼皮这样 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医美哦 是啊 没有啦 没有人真的去缝它 就是因为有人之后就开始繁殖哲耳猫 但是那个算是一个基因缺陷 所以非常不鼓励大家去养 有啊 人家就说德国不是立法说禁止繁衍 人工繁衍腊肠 他说因为腊肠狗是一种基因缺陷的 不应该再繁衍腊肠 因为对它们很残忍 就是它的构造来讲 腊肠是很违反动饱 就不要再让它继续用这样的身材了 因为它这样也很辛苦 很辛苦啊 腿那么短 然后肚子又常常拖地 那它这样子走楼梯的时候 肚子是不是都会碰到地板 我觉得我不能去德国 它会讲说 你也违反东方人的语词概念 你试试了 我不能趴着练瑜伽 OK 好 第五名是豹猫 豹猫超级漂亮的 神秘 我们的那个秀妍大牌 就是有一只豹猫 哇豹猫好神秘哦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有办法摸到豹猫 豹猫真的好好摸哦 滑吗 很柔顺然后很 亲人 就假如说我们家的小小米克斯是 就是没有擦过润发炉的头发 豹猫就是有擦过 有护过发的感觉 那真的很疗愈耶 是天生的 真的 他们就是有柔顺的毛 好你们家的有没有上榜呢 没上榜没关系 所有的都是很可爱的 所有的都是大家的宝贝 是是是 拉力头的儿子还是自己的好 最可爱的 OK 真的 那么我们今天终于来了 就是说因为我跟范在讨论 就是说我要下一个旅程要去哪里 那因为对我要去哪 就是我先讲 就是我要去 我很少很少就想去一个地方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西双版纳的野生大象的保育区 不是去西双版纳玩 而是西双版纳 它有一个亚洲 那就是野象园 就是上次你就有七只小象流浪记的 就是从西双版纳开始走出来的 他们记得回家的路耶 你看多感人啊 我觉得大象智商真的太高了 好就是西双版纳一个野象区 然后野象园 然后再过来就是 我这次很想去的就是婆罗洲 因为婆罗洲有些旅行 不是那种 婆罗洲它是很大的那个野生 野生动物的 有点神秘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去到那边的话 特别参加一个团的话 它会让你看到很多 很多就是在丛林的感觉 就是尤其是我看了野蛮游戏以后 我超级想去婆罗洲的 这个跟我 我没有带着那个游戏去 没有带着那个罗盘去 你敢吗 我是不敢 我是非常想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那个梗图超级好笑 大家一定要笑一下 就是时光旅游 真的时光旅行 时光旅行才太好笑了 我觉得 或者你们不要听 你不要信 要看一下我们的预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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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告真的超好笑的 就是你明明刚才看了是七点 怎么醒来已经十点了 可是你却感觉只有五分钟 对 好可怕哦 这个真的很好笑 好 建议大家那个 其实如果 如果你今天是属于那种比较夜毛族的 你其实住在城市中是很好的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24小时都有可以让你逛的地方 就是你不用怕你突然间醒来想要去吃东西 或者是你想买东西 比方说你三星半夜 有些凉面它是卖到凌晨 对不对 然后你可能凉面 正要打烊的时候 隔壁早餐的豆浆店已经开了 就衔接起来 衔接了完全的 永远不会饿到你 对对对 就是这么 而且那个人气很旺 对 就是马上就有那种炊烟啊 轻轻轻轻轻啊 那种火 锅火 锅火 我真的很感谢 就是做这种宵夜的人 对啊 因为好累哦 想到这么晚还要 还要一直工作 没错 不是很困吗 对 我跟你讲就是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像这样的人哦 对我们一定要用 常常就要用很热情去回应人家 对 因为不然人家不做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完了 对 我常常看到我们那里卖烧饼油条 就看着他老了 嗯 我就好担心说 天哪 他如果走了 就是说他百岁以后 他显然已经八十几了 这是一定有的 对 他就是从 就八十几了 他还是在 在那个早餐店 对不对 嗯 在我来讲那是宵夜啦 但他们可能是早餐啦 对 但是他就是已经这么老了 他也是在做你知道吗 嗯 所以就很怕 早餐也是啊 早餐也是大概三 凌晨三点四点就起来准备 真的很辛苦 对 我真的 感谢所有做宵夜的早餐 所以你们涨价是对的 可以 你们涨价是对的 你涨价 真的 真的 你们自己来照大看油条吧 多热啊 多难做啊 所以 致敬每个早餐店 真的很辛苦 好 我们的旅行啊 还没 我叫到婆罗洲 对 你想要去的就是 都就是比较生态啦 对不对 不知道有没有 野生 野生的 对 今天其实是希望有 就我们提出来 我们想去的地方 如果有去过的人 是可以打电话 婆罗洲 对 婆罗洲探险 他那个叫 他还特别写 婆罗洲探险哦 这么野生啊 就是这么野生哦 对 我一直在想说 我要带哪一款防蚊液 你知道 据说没什么用 可以喷吗 可以喷防蚊液吗 不是 就是说有 因为人家不是说 丛林最可怕的 就是那种昆虫 会咬你吗 那你 那你戴绣套呢 顺便防晒 所以我觉得应该 不要喷 而是长袖 对啊 对啊 潜色长袖 还要潜色啊 因为深色会吸热啊 你很热怎么办 我觉得那边 我觉得那边 不会有什么热 因为那 据说被雨林中间 你没什么太阳 哦 会阴阴湿湿的 是不是 就是充满着 阿凡达的那种感觉 你不会觉得 阿凡达是阳光普照吧 也是 还有就是 我们今天配乐 要放旅行的意义吗 没有 我们快要失去风有的信任 我们每次预告 都不是真的 而且你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点 我们预告还讲了一个 你不要等到 65岁以后才去旅行 港图 请看一下我们的预告 真的 因为有些地方 的确是需要体力 还有一点冒险精神 还有点安全的关系 所以你其实 你的年纪越大 去的地方 能去的地方 会越来越少 然后你想去的地方 有些你可能 硬去的话 风险会越来越高 风险系数会很高 所以呢 像帆帆 现在就是 他昨天 我们为什么会讨论 下一个旅行 因为我的口袋 带名单是超多的 我都给他按信心 按信心 还好有达人在身边 我真是备敢按信心 对 然后他就说要去亲子 他叫我推荐 我快笑死了 来 我现在只有目的 没有目的地 我跟你讲 帆帆的旅行 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已经从马尔地夫 变成马来西亚了 所以说 他已经 马来西亚是很棒的 OK 马尔 就是说 现在要亲子旅游 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我就说旅行 有些 你去订了饭店好了 他可能是蛮好评的 但是你一定要看 他推荐的原因 我非常 不喜欢推荐原因 是因为他是亲子饭店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这个意思 结果翻番就一定要 要亲子饭店 一定要亲子 因为我想要挑战第一次 带翻二代出门玩 就是外面过夜 你知道吗 那只要五星好评的是妈妈 然后拍出好多说 哇那个游乐设施 安全多样怎么样 这个是繁指标啊 我一定会给他 避开 避开就是千万不能去 这一家亲子型的 我觉得亲子的东西 都有点排挤效应 亲子餐厅也是 对 就一般人都不喜欢去亲子餐厅 不是第一个 就是说他的包容度很大 还有亲子餐厅 强调的是亲子的时候 他的食物不好吃 你不能这么说 有一些可能还不好吃 那你觉得宠物餐厅呢 根本不能吃 宠物餐厅完全只是为了讨好宠物 完全不能吃 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对 对 对不起 因为我并不是以那种 我的嘴巴其实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就跟你们家的狗狗一样 对 但是他超讨厌宠物餐厅 怕得要死 因为他不喜欢别的狗 不是 他根本不觉得 他觉得狗很可怕 因为他觉得他是人嘛 所以他跟 对 他从来就不觉得他是狗嘛 所以他会怕得不得了 他觉得怎么那么多怪怪 一直对他叫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觉得非常害怕 真想就让他杀朋友 咒咒镜子 对 他觉得为什么一直对我 对他叫 所以他很怕 但是亲子饭店是我的 我绝对不会去 但是我马上就推荐好几家亲子 对啊 给翻 因为是在你的避免名单里面 所以你有点印象 我的地雷名单里面 就是亲子要避开 但是你说你一定要亲子 对不对 对 而且我原本有在想一个地点 我原本在想说 其实应该从近的开始 就是应该从陶竹苗开始 对 因为翻已经说 那个地方不能再去 因为大家就觉得说 后花园 我觉得后花园真的不要 因为第一 车程会 塞车会占据你很多的时间 对 而且那边的食物翻也吃腻了 逢年过节就回去 对 所以我就说往西滨走 往西滨 往西 对 那应该 就是应该其实要去陶竹苗 对啊 我自己心中想去 我觉得台中会嫁异啊 因为每个人旅行都会有一个原因嘛 我通常都是跟吃有关 你要去故宫南院哦 当然不是 我没那么有气 拙不履读 还是你是想吃鸡肉饭吗 拙不履读的编辑 我想去吃 你是艳灵或令鱼吗 OK 你是想吃鸡肉饭吗 鸡肉饭那家的那个蛋煲汤还是什么的 然后还有吃鲜柯啊 就虽然说鲜柯前一阵子一直出事 我上次因为被带路呢 就是说被那个鸡肉饭达人带路 然后就 他就说一路走有好多家 就是因为反正嘉义有一条那种路嘛 就叫我用走的 就回来去鸡剑岩了 我真的完全 我印象了你上次说你走了 我真的不能再忍受了 骗人啊 对 反正我是因为想吃 所以想要去嘉义 不用啦 然后嘉义我也没有去 因为你现在带小孩 你不可能那个 不可能畅快吃对不对 所以你看人生能够自由旅游的时间 是多么少啊 请各位还没生小孩的 赶快去走那个 小孩长大了也可以把握 没错 你没生小孩要走朝圣之路 赶快先去 因为那个要60天吧 至少30天之类的 绝对不能60岁的时候去 那你看一下 而且你看你有长时间 是为了要配合小孩 你也不能去 小孩不宜去的地方 对 所以你能旅游的时候 不就是几年而已吗 要好好把握 像现在他就偏重亲子 但是OK啊 我还是帮他设计了一个亲子游 而且那几年我都在宅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不对 你错了吧 对 我很后悔 不过是因为有小孩 我才会想要出门 这倒是 对 因为他本来只是 就是隔壁的 便利商店 再过马路 他都觉得远 不能过马路的 我在地图上 这样画一圈 这个范围内 我喜欢 或是通勤 不过总之 我就是问了 他有一个异心阑珊的问他 就是当地人 我很抱歉 我先说是新竹 对 我说新竹 好 超好 新竹好玩吗 非常好玩 因为我对新竹的印象 我之前去过一次 就是风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大 你为什么要在东北季风的时候去 我一下车 然后头发是这样 直接往上飞的 好吧那我真的讲 你一定要就是要这个时候 就是清明后 端午后去 然后在十月以前 一定要结束这个新春 它有一个适合的季节 它有适合的季节 而且这个时候去安全度最高 第一个它天气不会变化太大 然后又两天一夜可以 对 所以你就要去新竹 为什么新竹很好 好 我们今天不要讲新竹市好了 新竹市 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了 那你看 你可以去新竹市的动物园 它是非常古老的动物园 而且很小巧 而且说一句实话 它太亲子了 它几乎不算是动物园了 它就好多亲子设施 有沙堆 有那种适合小朋友的单高 各种设施都像迷你的 像童话世界 因为新竹市 我们的生育率算是非常高的 而且什么东西 它都以竹科未来的下一代为主 我很生气 不是很生气 人均也很高的一个地方 我是有点不爽 就是他们很多东西 其实真的是为了小朋友着想 例如说最长的溜滑梯 这种东西都很多 所以像新竹市的动物园 就是你喜欢把它们关在一个地方 然后很安全 然后又可以晒到一点太阳 然后耳边会偶尔传来一些动物的叫声 那就可以新竹市 但是我觉得最棒的 我心目中觉得 我可以去三次都不为你了 就是 绿世界 居然是绿世界 我觉得绿世界超适合的 所以 然后当然我跟班建议的时候 他就 就觉得为什么是绿世界 我就惊讶 但是张海口默横飞的 就是讲了一整段 我讲了一整段 我觉得老少嫌疑 我觉得绿世界太好玩了 因为以前大家的绿世界 你知道它是不断的进化的 就是它是不断的进化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 就是就好像有些人会觉得说 绿世界跟波波摸猴猿会搞不清楚 你知道吗 波波摸猴猿在我这里都已经快要 快要有点记不得了 你们不要把你们去过的波波摸猴猿 波波摸猴猿想成是绿世界了 OK 那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真的大推绿世界 因为它的土拨鼠跟它的兔子 跟它的乌龟 它是在你脚边走的 你会撞到它 我收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 而且你走累了 它有油圆车 然后出来又有北浦 又可以到北浦老街吃好吃的 你不要五点去 北浦老街可真的是五点后就关了 对 所以你绿世界你一早就要去啦 那玩一天的啊 你不想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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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去哪里